是什麼呢? C語言 那各位 三年級的同學可能覺得 我學會新加加啦 C語言應該不是問題 然後二年級的會覺得 C語言跟JavaScript有什麼不同 然後 不同的地方 其實 蠻大的 主要就是我這本書想寫的東西 C語言跟 JavaScript的不同點 我記得我之前 曾經 曾經有個投影片 來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不過最近Slideshare怪怪的 我試試看 那個 這個 對我課程的簡介 Slideshare還是在怪怪的 所以我還是用 這裡 好 怎麼會把它這個 呀 黏錯了 爸爸 黏錯了 黏錯了 好吧 等一下我再弄 現在看這裡 好 等一下再把那一份找出來 好 那我們直接看到底 C語言跟JavaScript有什麼不同 C語言主要是 系統層的語言 JavaScript是網路層的語言 然後 JavaScript是屬於瀏覽器內部的語言 主要 最主要的用途 而且它一開始 被 被 使用的地方就是這個 那C語言一開始被使用的地方就是 用來設計作業系統 大家知道C語言是誰發明的吧 是 呃 有兩個人他們在AT&T裡面發明的 第一個叫Kan Thompson 第二個叫做Dennis Rich 那他們兩個其實 合作做了很重要的東西 一個是UNIS 作業系統 一個是C語言 所以後來他們兩個其實有得那個圖領獎 那就是主要是因為C和UNIS上面的貢獻 那什麼叫做底層的應用程式 這跟各位看到的上層應用程式 上層程式不一樣 底層不叫應用程式 我們通常叫底層的系統程式 那 來 這種東西其實你在學校很少學到 學到部分的學校幾乎都很少碰這種東西 不過最近應該比較多了 因為後來大家開始覺得說 嵌入式這一塊其實是需要教的 所以現在變得比較多一點 可是很多人還是不知道 那我現在稍微給各位看一下這種程式 你看一下這樣的程式 這程式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沒什麼 再來呢 開始覺得怪怪 哪裡怪 這是什麼 這還是比最正常的部分 再來看 這是什麼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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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STOP 啟動程式 這又是什麼 這些呢 看起來好像有點正常 又有點怪怪 對啊 為什麼都是一堆 十六鏡位 的東西 好 這是第一眼的印象 對不對 接下來這個不是C 這個 點LD檔 好 請問點LD檔是做什麼的 欸 這到底在寫什麼 好 再來這個叫做 MAC file 各位寫了很久的CI C++ 你有沒有寫MAC file 那MAC file是幹嘛的 接下來 點esta 這個沒有玩Linux的人通常不太會知道 那 那 在Windows底下 通常會用點ASM 那 就是 組合語言 那 組合語言 這個 系統程式裡面 應該是要講到這部分 不過 三連擊那一次 真的大家進度實在太慢了 寫完主義器就沒了 那 基本上你寫的組合語氣 所結義的組合語言 跟這個 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 OK 這是 食物上用的組合語言 這版組合語言 是OM的組合語言 那 OM是現在 我覺得 你如果要學 一款 處理七款 組合語言的話 最好應該是學OM 為什麼呢 因為 X86 桌上型電腦 慢慢的市場正在被侵吞 被誰侵吞 被 被那些 掌上型裝置的處理器侵吞 那 所以 X86的處理器 我不確定它還能撐多久 會被案取代掉 那也不一定 搞不好又半路殺出成咬金也不一定 那 那不管怎麼樣 目前看到的是 AM應該是 未來 可能 十年內 都還 很可能是主流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手機處理器 幾乎全部都是AM 然後呢 樹莓派 那種都是使用AM處理器 所以 學習AM的組合語言 第一個它比X86簡單很多 架構也比起桌上型電腦的那種順序簡單很多 所以 其實 它是一個蠻值得 如果你 就是要學一款處理器一款組合語言的話 可以考慮去學AM 那再來是SystemCore.S 這也是組合語言 它又是在幹嘛 接下來是Thread Thread 是各位如果學作為系統 你可能有聽過一個東西叫做 Thread 現成 或 執行序 台灣通常翻成執行序 大陸翻成縣程 那 英文是Thread 好 那這個 基本上 它 自己實作了一個Thread的功能 也就是它的作業系統 那 這是怎麼 什麼意思 你會看到裡面有一堆 還是有一堆組合語言 這些 又是在幹嘛 而且它的寫法跟外面寫的組合語言不太一樣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參數 所以有一些參數 好 接下來再看 Thread.h 這種.h檔 很多人可能 很少寫.h檔 因為很多人 學習C和C++的時候 程式碼 都不會超過一個檔案 你程式碼 沒超過一個檔案 你就不會去寫.h檔 因為你不需要給人家include 不需要給人家 引用 你的 東西當函視庫 那你就不需要寫.h檔 再來 這個asm.h 那這個 這個專案跟前面 前面都是同一個專案 是作業系統 是作業系統 後面這個不是作業系統的專案 後面這個專案是一個編譯器 而且是立即編譯器 JIT Kanpire 所以它叫Ruby 你可以看到它的寫法 這種在幹嘛 為什麼移了24位元 過來之後 又再移24位元 回去 那還有什麼用 再來 engine.c這也是那個 JIT Kanpire Ruby JIT Kanpire 另外的 code 你會看到 為什麼一直在使用這種 這種很奇怪的符號 然後呢 左移右移 到底在移什麼呢 再來 Function Table 一個 一個 VOID 的指標 的陣列 那 這是可以幹嘛 還有這些奇怪的寫法 到底是什麼東東 OK 所以這本書 基本上我要交代的就是這些事情 很多人看不懂 很多人看不懂 那為什麼 我突然會想到要講一下這個 因為 事實上它跟這門課 比較沒關係 是跟系統人士比較有關係 但是因為 上個學期我對三年級也沒交代這個 然後呢 今年我對二年級呢 我也應該要交代這個 不過本來應該是在二下的時候在交代這個 但是 但是因為 我有一組專題的同學 他們正在 專題說要做作業系統 那 所以 他們不懂這個是不行啊 他們不懂這個就完蛋了 根本不可能寫作業系統 所以 這個東西是一定要的 好 來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很多訣竅 很多技巧 這種底層的 C元 或C++的世界 C++更複雜的不用講 那 C就已經 很頭痛了 C++更頭痛 所以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喔對 有一件事情 我忘記提醒各位 就是 那個 昨天還前天 昨天 欸 前天 前天 對 前天不是吃雞排嗎 那個 欸 三年級同學 吃雞排嗎 啊 就有在聊到 我忘記誰跟我講 說 西上規定 欸 二年級這一屆開始 你們沒有 考CPE 的話 不能畢業 所以 所以我才覺得 這件事情嚴重了 這一定要 一定要交代一下 有人聽過這件事嗎 有嗎 問題是 請問CPE有考JavaScript嗎 沒有 那你當然就不可能用JavaScript去考 對不對 所以 你可能還是得 要用C去考 那 因為你 你到目前為止 你還沒有學過C 一年 二年級的同學 所以 你從現在開始 可能必須要把這個語言納入你的 學習語言計畫裡面 當然不是說一定要學啦 那如果你不考CPE的話 我相信會有別的辦法 可是你可能要先確定一下 否則的話 到時閉不了業 會有麻煩 所以 如果你 真的 決定不要學C 你可以 得要跟 系上找一個辦法 好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這標頭檔的辦例 因為C元的點H檔 其實是放所有 我韓式庫的表頭 除了韓式庫的表頭以外 他還會宣告一些定義常數 那還有一些形態 所以像這種Define 這種就是定義常數或形態 那你可以看到什麼叫巴勒凱 你學C++有看過這個字嗎 這是關鍵字喔 好 那UINT32T 這個是C99的時候 在STDINT裡面 定義的一個東西 好 好 那在 這裡就是前面的這個 所以他的REG 代表這個東西的指標 也就是 5號整數 5號32會員整數的指標 而且是揮發性 VALETI是揮發性 什麼是揮發性 等一下再看 所以他現在宣告了一堆 哇這0x4002 1000 這是什麼東東 那這就是C語言比較厲害的地方 你要用JavaScript寫這個 基本上 很 不太適合 不太對盤 因為那個語言 就不是用來設計 設計用來做這種事情 但是用C語言做這個 就非常適合 好 所以呢 如果你就這樣出去工作了 很不幸的你又到 譬如說 足科去工作之類的 那你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他們的工程師都知道這些 為什麼只有我不知道 沒辦法 你就菜鳥 菜鳥 就是會不知道這些東西 問題是 這些其實都是 業界的嘗試 但是最麻煩的就是這種嘗試 每次你嘗試不知道的時候 就被認為是白痴 這種嘗試其實是 是很麻煩的東西 很多人覺得嘗試應該都知道 可是 當你不知道的時候 那是 那是會 會被歧視 所以不太好 我們先知道一下 免得到時候被 被歧視 好 那 第一個來看 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 有看過嗎 然後接下來 對方一堆 後面我省略 結束 好 這是幹嘛的咧 它的意思是這樣 你看 REGH這個符號還沒有被定義過 那我就定義一個REGH的符號 那 我這一段呢 就是REGH還沒有被定義過的時候 這裡面 才會被展開 這種 前面有 警字號的這種東西 通通都是代表說 在聚集展開時期 它就會做的動作 施議員的編譯器 有好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聚集先展開 第二個才是做編譯 編譯完一個模組 會變成 變成點歐檔 就是目的檔 然後再去做連結 那連結完之後呢 才變成 韓式庫或執行檔 然後再給 可以執行 執行檔可以執行 那韓式庫就可以 被人家裡呼叫 那 當 你要定義一些 函數或者是 常數或者是結構 要給別人使用的時候 你就要這樣寫 就要寫一個點H檔 那寫點H檔的時候呢 你就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你沒有用引用防護 會發生什麼事 假如 我有兩個程式 一個叫A點C 一個叫B點C 這在同一個專案裡面 然後呢 這兩個都用了includer re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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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引用了兩次 如果被引用了兩次 可是問題是 你就會看到 這代表引用兩次的時候 reg.hide就會被定義兩次 reg也會被定義兩次 reg也會被定義兩次 那兩次都定義的一樣 他怎麼知道一樣 他通常不知道是不是一樣 他通常不知道是不是一樣 因為他第一次的時候 他定義完 他要記住 然後第二次 他可以檢查是不是一樣 這是有可能的 不過他不一定做得到 因為他可能不見得記得完整的資訊 那 所以如果他知道檢查是不是一樣的話 一個狀況是 他會告訴你 你重複定義了 定義的東西一樣 第二個是 他可能直接視為錯誤 然後就便義失敗 所以 才需要這個引用防護 就是說當我已經 引用了這個函事庫 引用了這個標頭檔一次 第二次在引用的時候 他自動 不再展開 因為已經定義過這個符號 所以我們就自動不再展開 根據這個引用防護的指引 他自然就會不再展開 因為他引用防護寫的意義就是這個 如果已經定義過 就不再展開了 沒有定義過才要展開 所以是NDF 為什麼 If not define If not define 如果還沒定義過 所以呢 引用防護避免重複定義 其實在C語言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東西可以用來解決這個問題 叫做Plegma Plegma 你只要寫once 就代表 我只要 這種檔案不能重複引用 只要定義一次就好 Plegma once 這個東西可以代替剛剛的引用防護 好 所以各位應該知道那個 If NDEF那段是怎麼意思 接下來我們來看 C語言第二個 我們要講的主題是 記憶體映射 那這個東西你用GeroScript之類的 高階語言你也是看不到 那什麼叫做記憶體映射呢 好各位 這個就跟我們的這門課很有關係 所以這兩門課其實是有密切相關的 一個是軟體的底層 一個是硬體 兩個是有密切相關的 那 那 各位知道你在 CPU 接出來會接到哪裡 以縫紉曼架構 或HUVOR架構 不管是哪個架構 CPU接出來都是接到BUS 對不對 BUS BUS我們通常稱為會流牌 或者是 欸 大陸怎麼叫BUS 總線 啊對 總線 對對對 沒錯 總線 匯流牌 之類的 那這種東西 BUS有很多條對不對 可是BUS通常有分三類 哪三類 資源 還有果皮 還有那個嗎 不是喔 哪三 那個是垃圾回收的 BUS是分三類是指 控制線 資料線 跟位置線 這三類 OK 好 現在來了 控制線 資料線 跟位置線 這三類裡面 各位已經學過 或者應該正在學 或者應該正在學 你不是在設計CPU嗎 你設計了CPU 最後一定會有BUS 你才可以接記憶體嗎 你的BUS裡面有幾類的線 一種是控制線 一個是資料線 一個是位置線 好 那 現在問題來了 你的 指令 指令 還記得你設計HackCPU的指令嗎 那個指令上面 我直接看好了 各位可能會 沒辦法回憶出來 沒辦法回憶出來 那個會有點麻煩 我們直接看到第五章 看看 這個是絕對有關聯的 這一段就是在教你 記憶體映射輸入 所以這段直接關聯到後面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那個東西 鍵盤和螢幕 都是用記憶體映射輸入的方式 在做輸入的 好 這個第五章 是用到的 而且第四章就有用到 它已經教你用組合圓怎麼寫記憶體映射輸入了 好 所以呢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 你的記憶體 基本上呢 它其實是透過會流排 不是直接綁 不是直接綁到螢幕 是透過會流排 然後 也就是主機板 然後綁到你的螢幕上面 綁到你的鍵盤上面 OK 然後呢 這 這個綁上去的時候 這個位置線 控制線 跟資料線 我們每個指令 是不是都會送一堆 這種線的訊息上去 對 會員訊息上去 送到這些線上 每一個指令都會送 好 現在問題來了 螢幕怎麼知道我這時候應該顯示 一個A字 我顯示一個B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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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螢幕怎麼會知道 答案是 你送了 要顯示一個A字的指令 上了會流排 所以螢幕才會顯示一個A字 好 那你怎麼樣子送一個A字 顯示A字的指令上會流排 除了你把A字的RSP code送上去以外 或者是UNIC code送上去以外 那你還得送什麼 如果我單純送一個code上去 那他怎麼知道應該顯示在哪個裝置上面 或者是我只是單純的存取記憶體而已 因為記憶體跟CPU也是分開啦 所以 你除了送 單純的送 那一個字上去以外 你還會送一些其他的東西 送什麼東西呢 譬如說如果你要送那個 資料到一個A字到 到裝置上面 你會把A的RSP code 放在這個OUT M上面 OUT M OK 但是問題是 你要寫入 所以你會 這個Write M會是E 就寫入 可以寫入 但是接下來你的address M應該送什麼 就是位置 假設我現在螢幕有接收 ASCII code顯示的功能 它有所謂的補存文字模式 那我位置我應該就送 螢幕上的位置 但是我們這一台其實沒有 沒有存文字模式 它只能夠畫點 所以你一送的話 不是送ASCII code 你是送 16個0與1上去 它會變成16個點 16個點 它是畫點 那你真的要畫一個字 你得送好幾次 你才有辦法畫一個字 所以我們應該 以這一台電腦 因為它目前的外接部分 沒有自圓裝置 所以我們把它當成圖像裝置 再使用 所以我這樣送出去的時候 我會送 例如說010101 然後我希望它顯示在螢幕上 那我這個位置就送螢幕的對應 我想要顯示那塊螢幕的記憶體位置 那塊螢幕的記憶體位置是在哪呢 仔細看螢幕的8K記憶體 是在16384到24575之間 所以我如果要在這個最上角 顯示 譬如說010101 那我就應該把0101送上資料會流牌以外 我還得在位置線上面放上16384 這樣子你的螢幕會偵測到說 喔你現在所送的位置 在我螢幕的範圍裡面 所以我得把這些資料放到螢幕上 那螢幕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螢幕上面還有一個控制卡 它專門就監控這件事情 你送的資料是不是在我的位置線放 有的話我就把它送到螢幕上 這是螢幕控制卡做的事情 好 所以 這是螢幕 反過來如果是鍵盤呢 如果是鍵盤是這樣的 鍵盤 它會對應到一個暫存器 事實上這個暫存器應該是在鍵盤裡面的 不是在記憶體裡面 OK 鍵盤裡面只要一個暫存器 16位元大概就夠用了 然後呢 當我鍵盤一按下去的時候 比如說我按了A鍵 我那個暫存器就會存放A的Askey code 或Inicode 那A的Askey code放上這個暫存器上面 我程式如果讀取做Read 它就讀取的位置是24576的話 那它就會把鍵盤的那個 目前暫存器的內容給放到匯流牌上 放到匯流牌上的時候呢 我CPU接下來就會收到你的匯流牌上傳來的24576的內容 也就是你按的A鍵 這還是key code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收到 從哪裡收到呢 從這個InM 會收到 記憶體傳回來的內容 有沒有 OutM是我傳給記憶體的內容 InM是記憶體傳回來的內容 我會從InM上面收到 OK 好 所以 這樣子 就 就 開始 把 這門課跟系統程式之間的關聯 點上 為什麼系統程式幾乎都用C語言 因為 C語言具有這種 很厲害的功能 叫做記憶體映射輸入 那我可以直接 把它當組合員使用 因為 它基本上就是 可以直接隨取記憶體把它 那只要是 對記憶體任何一個位置 直接做的事情 我就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做 好 那 未來各位如果去 工作不是像那個 BAT 就是 那種 那種 軟體公司的工作 而是 硬體公司的工作 或者是 比較底層的 跟硬體有關的公司的工作 那 你就會看到 我們需要 每個人桌上 可能都會把一個這個東西 開發板 看你們的產品相關的東西是什麼 那你那個開發板 有點像 Arduino那種東西 只是它現在很多都是 用on 未來不知道用什麼 那裡面會有處理器 那你 你就必須要把 用USB 或者是用RS22 之類的東西 把它跟開發板接上 Arduino 也用USB 就好 那接上之後 然後 然後呢 你就把程式寫進去 OK 那如果你程式是OK的 那就會動 照你的方法動 那 這種開發板 你就 每次要開發的時候 最麻煩的就是 每一塊開發板都不一樣 它的 它的記憶體映色的位置啊 什麼的 很多都不一樣 每一家公司生產出來 同樣是on可能也會有不一樣 因為它的主機板不一樣 那 這時候呢 你就得了解 它到底 開發板的安排是怎麼樣 它的記憶體的映色安排是怎樣 一旦你了解了記憶體映色安排 你就可以寫出類似像這種程式 這個程式是幹嘛呢 如果有一個七段顯示器 它被映射到 4000這個地方 然後鍵盤呢 被映射到4002這個地方 那 我就可以透過 這樣一個指令 去點亮這七段顯示器裡面的其中兩根 其他之暗 但 這兩根會顯示什麼樣的形狀 得看你是怎麼對應的 我預期它是應該顯示一個一字 一字只要點亮兩根 七段顯示器 但是如果是零字的話要點亮六根 對不對 那這就是透過記憶體映射進行輸出的方法 如果你今天要改成做輸入 也就是讀鍵盤之類的東西的話 因為鍵盤被映射到4002 那你就直接寫 Key等於 新號Keyboard 那他會把Keyboard 你看 Keyboard不是定義到 對應到4002的一個指標嗎 onsensual 五號完整數指標 那這時候你這樣寫 他就會把這個位置的內容給讀進來 讀進來 讀進來會放在Key面 你就得到了 到底它裡面是一個A字還是一個B字 你就可以知道 讀進來就會知道 那這是有關於 標頭檔的記憶體映射輸入 但是這 這個 剛剛的這種onsign short的寫法 是比較早期的寫法 在C99之後他有定義這種 這個為什麼寫長度 我應該把這欄拿掉 C99之後他有定義這個 INT8 INT16 INT32 INT64 所以你就不用一直寫 什麼onsign 什麼sign之類的 你就用這個 會比較好 比較標準 比較容易懂 好 那 如果你照剛剛那個寫的話 你會發現還是有錯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關鍵字沒講 那個關鍵字叫做巴勒台 你這樣寫 如果你沒有加巴勒台 沒有加這個巴勒台 你就會發現說 你會發現說 城市不明原因錯掉了 為什麼錯掉 它完全不執行啊 我寫的code好像不見 為什麼我寫的code不見 真的不見 為什麼呢 是因為 編譯器會做優化 或最佳化 那大陸叫優化 台灣叫追焦 優化的過程當中 他發現你某個東西都沒改 那那個東西是沒效的 他直接把你砍掉 那像這樣好了 我現在說keyboard等於0 然後呢 中間從從來沒有再改keyboard的內容 然後他說ifkeyboard的話呢 就把七段顯示器設成這個 那現在問題來了 ifkeyboard keyboard等於0 所以ifkeyboard永遠都是force 永遠都不成立 所以他永遠不會做裡面這一段 那整整段就砍掉就好了 可是不對的 因為鍵盤的暫存器 它會被鍵盤所改變 它會被鍵盤直接存取 就算你在這中間不動 它的值還是有可能會變的 因為它是鍵盤暫存器 所以這個是會變的 你的編譯器做了太聰明的一件事情 以為它不會變把它優化掉 事實上它會變 所以你必須要告訴你的編譯器 說這個東西會變 你不要隨便亂給我優化 發了台 揮發性能就是做這件事情 告訴編譯器 這是揮發性能 它只在你 程式完全不動它的之後 它還是會變 對 這樣子修改完 可能就不會產生錯誤 所以你可以再看一次這種標頭檔 你應該會看懂它在寫什麼 RCC你看 它是這個位置 的一個記憶體音色 這個RCCCR呢 其實就是RCC這一塊 那RCCCFGR 它是RCC加上4 也就是說它是4002-1004 這個位置的內容 CIR是4002-1008的內容 然後 APB2-RSTR是4002-100C的內容 所以它其實都映射到不同的位置 它不是同一個 這是區塊的名字 這是裡面每一個暫存器的名字 那再來 Flash的記憶體位置 它都有對應的映射 所以你只要把它當記憶體來存取 就可以 一行組合語言 幾乎在這裡都沒寫到 就可以做完很多事情 那這樣比起去寫組合語言 會好得多 各位很少寫組合語言 如果你寫 你常寫組合語言 你會知道 我寧可寫新語言 我也不要寫組合語言 對不對 OK 好 那這樣子 我們大概先介紹完這個標頭檔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輸出路 這部分 好 休息一下